薛之谦自公开恋情本以为是一件有情人忠诚眷属的好事 没想到却就此引发了一场出轨骗钱背叛感情的渣男风波 薛之谦遭前女友爆料一波接一波 薛之谦的人设几乎快立不住了 不过薛之谦回国后也回应了此次事件 首先 他承认和李宇童爱国 但却不承认骗钱 若有骗钱愿意入狱 对于薛之谦的回应 吃瓜群众明显是不满意的 长篇大论的回应却始终没有正面 提到13年在微博上发过的那次车祸 当然还有前妻高磊心在这场感情中的影响 殊是殊非我们无从得知 不过据悉薛之谦的相关代言也遭到了限制 因为合同中写到了在代言期间不可以有任何的负面消息 所以公司要求和薛之谦有关系的在肯德基的海报代言都要全部下架 不过最让人感激的是火星情报局 薛之谦和这个节目是相辅相成的 互相促进有了当下的成绩 在外界纷纷吐槽薛之谦人设崩塌 火星情报局也迎来了第三季的收官 节目中还授予特工们发现着支支环 代表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火星人永远不能缺少的一个 而火星情报局送给薛之谦的话这时候读起来特别暖心 可爱的人永远可爱爱你的人永远爱你 不像其他节目立刻删减嘉宾镜头或者直接节目下架 火星情报局在关键时刻力挺薛之谦 关于薛之谦的宣传没有任何减少 节目组还用心将这句安慰送给薛之谦 想必这时候是薛之谦最大的慰藉了吧